报纸的几个头条焦点 带您关心的是疫情的最新 首先苗栗线的疫情非常的猛爆 晶圆超风科技场疫情扩大 确准数在昨天一直已经飙迫百人了 为了避免堪称全球重要科技狼带的竹竹苗 受到了冲击 尤其新竹科学园区是全球的半导体重症 总统蔡英文要求该区域的三位县市长 成立了竹竹苗防疫作战联盟 整合了区域内的防疫能量 而另外厂区落实了分舱分流 如果无法做到就停工 也借此巩固国家重要产业的安全防线 疫情发展现在很严峻 从5月11号开始出现了社区感染 不到一个月新增本土病例 昨天已经破万了 死亡人数累计224人 而致死率从前两周的1.1%增加到了2% 已经逼近了全球死亡率2.22% 郑嘉亚认为了当务之急是及早发现患者 病要辨识严重度 给予氧气或是进加护病房 来进而降低这死亡率 而现在疫苗短缺 国内目前只开放了前三类人员来施打 但是从中央的金管会 到地方的台南高雄市府 都有传出特权打疫苗的争议 新北市卫生局和指挥中心 昨天都已经证实了金管会成员 纳入了第二类的施打对象 但金管会澄清 原先是有同仁登记施打名单的 但是后来因为疫情变得更严峻了 已经取消并优先给医护人员来施打 好我们现在讲到疫苗 来看到美国规划捐赠疫苗给台湾 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说 很有把握的 并预告本周将会努力通过德国的BNT 还有美国交生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 方便未来的疫苗进口 而媒体进一步追问说 通过EUA是为了民间捐疫苗 还是美国捐疫苗而扑怒呢 指挥中心则是不愿多做说明 行政院在4号启动了 纾困4.0的现金发放 启动首日呢 其实就已经播发超过555亿元了 共有360亿万人受惠 这一波纾困扩大的受惠对象 包含了投保薪资在24000元以上的自营者 还有没有一定雇主的劳工 补助大约是1万元 这属于新申办的项目 预计在7号起 可以透过行政院的纾困专网来申请 而在大陆的广东省来看到了 这个标题我们看到 在广州的南沙市 是关闭了连外的这个通道 怎么回事呢 因为现在在广东省的新冠疫情又反扑了 广东的新一轮新冠本土疫情 共报告的感染者有达到111例 而其中确诊病例82例 无症状感染者有29例 疫情的重灾区广州市 已经有11区进行的全员普筛 南沙区5号下午更突然的下令 暂时关闭高快道路 还有高铁 以及离开南沙的通道 要全面防堵疫情再扩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